助力提升国家遥感发言能力 科大说 首阶段会利用卫星建立覆盖全港尺坡 容易监测地表情况 无疑伤害倾施灾害和社会临灾反应的系统 未来更会建构全面的遥感卫星星座 红斌一号拥有不少的黑科技 遥感影像的解像度达到0.5米 是目前公用的欧洲太空总署光学 卫星解像度的20倍 此外卫星成像幅宽也超过150公里 熟民用卫星类别之中最高的规格 来自民回报 刚才我们讲《星岛日报》 他今天都花了全版去讲现金支付的问题 我们解读一下究竟现金支付 不犯法但是合不合理呢 我不是在香港遇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在外国的 我买机票当然是选择搞到最便宜的 我有一次我纯粹买一个机位 另外去到现场我就给钱买一个行李位 100元美金 我用信用卡 但是他竟然要密码 这个真是考起我 我想说 没错 我说我信用卡 我不记得了密码 因为从盘古初开都没有我不用的 那个密码也是我们香港人在使用信用卡的习惯里面 是从来缺少的一个拼图 原来外国是用密码 我用不了信用卡 那我给现金 他说我们不收现金 这个是外国地方 如果说类似的经验我也有 都是在外国的 就买车票 车票竟然是不收现金 那个售票机 于是就用信用卡去买 因为你如果想给现金 就不好意思了 你要回去售票的counter 但是你知道外国地缘很大 从月台位走回去 都可能走十分钟 各处看乡村各处来 有些人就说 大陆现在不一样是不收现金 我见过 已经是几年前 我见过他们拿着手机 通行无阻 包括去街市 真的买几元菜 都是用电子支付的 但是这样 在内地 你要同时接受现金 否则是会被人告的 实际上也有告的案例 这个我也有点意外 因为不是看相关的新闻 或者知道这些案例 其实我真的以为在内地 是你不再需要现金 甚至乎给现金 因为现在在推行数字人民币 各位已经在试行数字港元 好了 问题来了 我经常觉得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 就是刘德华那句 你可不可以收现金 那间汉堡包店 就说因为疫情 不想有一个接触 疫情过了 为什么不收现金 你给人多一条渠道 不过我自己对于这个模式 其实不太意外 为什么呢 因为实不相瞒 我所住的地方附近 旁边的村子 小小的街市 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卖点 就是全港第一个 只是接受电子支付不收现金的街市 里面其实也不是街市 都是同一个营办商 只不过有个部份买菜 有个部份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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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日自己开业的时候 就去打个转 就发现它只是收电子支付的方式 都是那几种 于是去街市买菜 不收现金好像有点尴尬 是的 有些人真的没有一个电子支付工具 又譬如 我觉得销委会是对的 金管局虽然说港币是法定货币 但是这个是商业交易模式 可以谈的 正如俄罗斯的燃油 你究竟用奴报交收 还是美元交收 由俄罗斯自己订 销委会说 如果这个店铺你不收现金 是应该要在当眼处 或者账单 或者什么 是要有清晰的标示 我想还要有几种文字的标示 起码就是英文和中文 但是我想这个事件的新闻 未至于发酵得很厉害 但是同时间也使我们市民 第一就会立时留意一下 究竟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会不会都常遇到 因为以前倒回头 你只是收现金 因为倒回我们有时留意一下 不收卡 就会写明只是收现金 或者最多是八达通 因为现在电子支付的工具 其实真的非常多 如果大家有时留意一下 那些商店 它们一部的终端机 其实可以在接收六七种 现在很简单的八达通接收器 我看过是一个很小的盒 为什么不收卡 都收其他 因为卡对铺没有好处 信用卡公司会收1-2% 或者甚至3% 八达通其实也会 不过有些时候 好像会申请后 有一段短时间的推广优惠 可能免了中间的收束费 其实八达通你收别人做什么 你拿了这么多的现金 留在这 你有着数的 立即拿去做定期 所以相关的新闻 未至于在香港发烤得很厉害 不过我觉得也感受到 其实一方面我想大趋势 似乎都鼓励大家 电子货币的消费 所以你想想 连现在坐铁路 其实你真的无现金化去坐 反而你拿着钱 有时都在想 我应该怎么去买车票 但是估不到 反而一个外国的女星 一个艺术师 来到香港的一个消费经验 就引来一些反向 在当中 当然我想我们在鼓励商业行为的时候 就不应该完全追求单一 你没有收现金 其实真的不行 其实有个情形 这个是另一个版本 以前就是 不收五毫字 其实是对的 这个就是真的违法 但是说 喂 没有散指 现在都有不收现金 咪标为不收现金 我真的试过 有一次忘记带卡 带八达通 我真的要给现金 一个途人 帮我刮 帮我刮 如果是这样 八达通 不是这个咪标 但是我说 我没有散指 结果 我比较多 别人 虚了 没办法 家磚你说这个经验 其实真的值得再去做跟进 因为 在咪标的层面里面 它涉及官方的操作 然后竟然有人跟我说 你可以安装个apps 我说apps 我知道 我掛着一张卡在手机那里 现在是这样的 但是 你为什么不给人多个选择 这个是低科技 家磚你有这个感觉 又令我想起 过隧道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又不给多个机会 人来选择 继续可以给现金 去付钱 一定要用 容易通行呢 因为不想你停一下 这个是关键 你停一停的时候 室外交通的流量 我在商店的消费里面 我都不想跟你做这么多交易 拖一下搞定 是室外了我 不想碰钱 是 一场疫情改变了很多 不过 我觉得 你服务性行业 你作为饮食业 为什么不多一个选择给人 这个你自己没有着数 我觉得最后 值得再引述消费会的回应 选择付款方式 乃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和合理期望 虽然电子支付日漸普及 建议商户接受 包括现金在内的不同支付方式 以作交易顺利进行 至于商户 是不是只是等于 你开店做生意的商户 还是其实 你任何要收费 在香港的行为 包括政府在内 都应该想想消费会的这句话呢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订购支持